上半年中高端芯片是打的如火如荼 1999到3000架微短 有骁龙7加进2 骁龙8加 天玑8000 天玑9200等等 性能都挺不错 下半年也有3nm工艺的A17 Pro 以及国产工艺的709000S 可以说是非常热闹了 但是1500的似乎是很久没有出现给力的新SoC了 这部最近红米Note 13 Pro系列发布 同时还有两款新SoC上市 今天我们就来测一测 天玑7200 Ultra 骁龙7S的进2并对Note 13 Pro系列做一个体验分享 Note 13 Pro上的骁龙7S进2 光看名字 大家应该会很容易联想到上半年 口碑极佳的骁龙7加进2 一般来说 手机上这个S后坠 往往意味着更快更强 但7S进2的核心规格和7加进2 是真的没啥关系 4个A78中和最高频率只有2.4GHz 基于有口皆备的三星4nm工艺 GPU型是Ageno 710 怎么看都像是骁龙6建议的超频版 再来看一下Note 13 Pro加上的天玑7200 Ultra 核心规格其实和天玑7200是一样的 参考去年的天玑8100 Max 更多的还是厂商和发哥之间做了一些连条 顺便多了一个后缀 虽然说天玑7200用成了A725核心 2.8G核子的频率也比7S进2高不少 但咋说呢 2023年只有两颗中和确实是不太够看 主要是ARM这边的小核实在是太废了 除了待机功耗低一点 绝大多数的日常任务都需要中和大核来处理 所以在CPU性能上 Note 13 Pro加意料之中弱于Note 13 Pro Kbench 6多核一个是2600加 一个是2900加 对比7加2进2完全就不在一个等级了 日常使用流畅度方面 Note 13 Pro略好于Pro加 当然差别不算大 两台这次系统动画都做了一定的阉割 比如说没有双层图标 应用返回桌面后 图标会抖一下 看着不是太连贯 Pro加因为是发哥平台的关系 音量调整是没有毛玻璃效果的 对比Note 12 Turbo Note 13 Pro加日常使用过程中 动画调整会相对更加频繁些 另外就是程序多开之后的多任务快速切换 操作的持质感会比较明显 动画流畅度 操作响应速度也是明显不如Note 12 Turbo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入手这两台机子 那么日常流畅度这块 我觉得还是得提前降低下预期 只能说轻度使用流畅度还行 但是和7加件的Note 12 Turbo一笔 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两台机子 末年都标配了先进的高刷自电影功能 这个待遇可要比K60 K60 Pro更好 TNG 7200 相对于7S竞争的主要优势 还是在GPU部分 3DMark Wide Life 一个平均帧率是18.4帧 一个是26.5帧 性能领先的还是挺多的 和7加进二相比的话 依然是差距明显 那么在三星4nm工艺加持下 7S竞争的能效 会不会又是一条小火龙呢 这里我们也是考虑一下 N-SPEC 06的测试 骁龙7S竞争 2.4G盒子A78性能 得分是29.38 功耗是1.77瓦 能效得分是16.6 TNG 7200 Ultra 2.8G盒子A725 性能得分是34.26 功耗是1.64瓦 单颗核心来说 性能强16%的情况下 能效依然领先25.8% 看来三星4nm和台积电4nm 工艺性能差距依然还是很明显的 7加进二综合性能得分是29.5 功耗只有1.19瓦 能效得分是24.79 GPU方面 7S竞争曼哈顿3.0礼品渲染测试 成绩是73帧 性能比六件一提升15.8% 但是超高频之后 功耗提升了46.9% 因为还是ECU的规格 分值功耗倒也不算高 3.1瓦 天玑7200 Ultra 116帧功耗是3.6瓦 GPU的性能能效明显领先7S竞争 但是和7加进二比的话 216帧功耗是5.01瓦 性能能效依然是渊源浪厚 游戏方面 这两台机子 目前完整量还没有适配120帧 90帧模式 目前最高也只能开到高清画质 流畅没啥问题 都能稳住90帧 但是功耗方面反而是13 Pro 要比Pro加的更低 这点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呢 查看CPU调度 游戏过程中 Node 13 Pro加的六颗小盒 很多时候是顶着1.9GHz的频率再跑 20部中游戏 小盒中盒的平均频率是1.69GHz 加1.68GHz 一般来说 王子容量高清90帧这个模式 对于GPU是没啥压力的 相对来说吃CPU一些 天玑7200 因为只有两颗大盒 很多运色需要小盒同时来分摊 但大家也知道 ARM的小盒高频状态能效 是远不如中盒低频 这个调度策略 无形中就会相对更加费电 Node 13 Pro加中盒大盒 平均频率是1.1GHz 加1.33GHz 小盒全程处于低频 4颗中盒也可以更好的分摊运算 所以说目前测试下来 王子容量这个游戏 天玑7200 Ultra的功耗 反而要比骁龙7S近量更高些 大概就是小马拉大车 更费力的感觉 这也体现在两台机子的续航环节 同样是1.5K频 Node 13 Pro的续航成绩是6小时41分 而Node 13 Pro加只有6小时10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两台机子的续航测试中 王者容量都只是高清加90帧 而Node 12 Turbo用的是高清加120帧测试的结果 同样测试环境 续航差距会被进一步拉大 当然Pro加上的120W快充 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续航上的不足 15分钟快充电量是13.58Wh 完整充满耗时是28分钟 要比67W的13 Pro 12 Turbo快了不少 和平均 手动破解高清HDR9帧模式 Node 13 Pro平均是72.6帧 实际游戏帧率基本是全程上传下跳 整机功耗是5.1W 骁龙7S精二的GPU性能 在这个时候明显已经是瓶颈了 Node 13 Pro加平均是83帧 整机功耗是5.4W 前面12分钟基本在80帧以上 后面触发温控直接锁到了60帧 Node 12 Turbo平均是86.3帧 前面帧率很稳 但12分钟左右开始 阶段性锁到了60帧 整机功耗是5.2W 机身最高温度分别是44度 45度和46度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原神 虚密地图跑图测试 两颗SoC的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分别是34.2帧和34.6帧 天际7000Ultra 虽然说GPU比7S精二的强不少 但是两颗中和 CPU这个时候明显是瓶颈了 两者的游戏渲染分辨率都只有640p 对比720p渲染的Node 12 Turbo 平均帧率是51.6帧 整机框是15.6W 实际性能被明显来开差距 最后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这两台机子 其他方面的一些体验 外观颜值上来说 Node 13 Pro和Pro家都做得不错 尤其是Node 13 Pro 你放在1399元这个起步的机型上去看 可以算是优点 正面是超窄边框直屏 没有大塑料支架 中框虽然说也是塑料 但是加入了一些类似于珍珠粉的点点效果 第一眼观感看起来 没有同价位进行过于的廉价感 而且这次配套的保护壳 竟然不是清水软壳 而是TPU磨砂壳 这点要给好评 戴上壳之后背面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小米13 Pro白色版的错觉 因为这个机子摄像头DECO部分 也是加入了分割线装饰 那么满分10分 你会给Node 13 Pro的设计打几分 可以走一波弹幕 Node 13 Pro家 我们买到的是素皮版本 曲面屏设计 线下机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做的要比小米CV3更加好看和谐 正面没有不灵动脑影响视觉美观 还支持IP68 屏幕素质方面 两者搭载的是1.5K国产欧拉的屏幕 实测数据和真理观感上来说表现都不错 6个区块平均分支亮度是1222尼特 并且高低亮度差控制的都还可以 Pro家是38尼特 Pro是56尼特 屏幕校色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接近 原色模式都可以做到平均Data11.0左右 默认平均Data1在3.3-3.7 并且屏闪表现也是红米机型一如既往的优秀水平 中高亮度是6DC 中低亮度是高频PW调光 相对于Node 12 Turbo 这两款机子主要的优势还是屏幕显示精细度这一款 1.5K屏在文字显示精细度上表现会更好些 不过可视角度方面 这两台机子的表现反而是不如Node 12 Turbo 45度以内没啥问题 大角度倾斜之后表现的差点意思会相对偏蓝绿色 两台机子都搭载了三星HP3 2E像素传感器 1.4英寸 并且支持光学防抖 三台机子两倍都做了基于主摄的高像素裁件模式 实际解析力表现都不错 但两倍模式画面的纯净度方面 13Pro和Pro家会略好于Node 12 Turbo 能够拉开差距的还是4倍模式 Node 12 Turbo的4倍可用性是比较低的 但Node 13 Pro和13Pro家的4倍清晰度画质会相对好许多 主摄的数码变焦效果上 Node 13 Pro和Pro家对比同胶位机型确实有明显优势 相当于是免费给你加了一个2倍长焦 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作为很多中杯期间的影像参考策略 比如说底足够大的潜力下 1-3倍做好基于主摄的高像素裁切 3倍网上使用的是潜望长焦 可以兼顾更多的变焦场景 但是除了白天变焦效果更强 Node 13 Pro和Pro家相对于Node 12 Turbo 其他场景下的成像表现就谈不上啥优势了 日常拍摄的动态范围上 Node 13 Pro家略好于另外两台 但是差别不算大 主要优势还是白屏稳定性 相对于13 Pro会更好些 13 Pro有些场景白屏容易出现偏然的问题 Node 12 Turbo白屏稳定性介于两者之间 但到了晚上 Node 13 Pro和Pro家的成像就有些抽分了 正常触发自动夜景的情况下 画质表现还不错 但是整个自动夜景场景的识别稳定性 是明显不如Node 12 Turbo的 这组样张 Node 13 Pro触发的是自动HDR 灯箱部分一半白色一半黄色 Node 13 Pro家既没有触发HDR 也没有触发自动夜景 直接拍摄了白色 但是重新打开相机快速按下快门之后 它又有自动夜景了 然后再拍一张又没有自动夜景了 有些场景打开关闭相机 多拍几张都会触发不了自动夜景 或者自动HDR 怎么拍呢 灯箱部分都是过报了 Node 12 Turbo自动夜景算法则要稳很多 另外可能是受限于SoC性能 Node 13 Pro两台机子拍完照片进行预览的时候 点击图片是没有任何过度动画的 拍摄体验来说也是差点意思 其他外围贵贵方面 Node 13 Pro有先进的3.5mm耳机孔 Pro家是没有耳机孔的 但是有IP68 两者都是单屏GPS 但是Node 13 Pro有双屏北斗 国内双屏北斗的实用性还是挺不错的 Node 13 Pro家是单屏GPS加单屏北斗 13 Pro用的是WiFi 5 最高速率是866Mbps 13 Pro家是WiFi 6 最高是1200Mbps Node 12 Turbo有3.5mm耳机孔 单屏GPS加双屏北斗 而且WiFi速率最高可以达到2882Mbps 另外闪存规格方面 Node 13 Pro用的是UFS 2.2 13 Pro家用的是UFS 3.1 顺序读写速度差距比较明显 随机读写速度方面倒是差别不大 Node 12 Turbo随机读写速度是明显领先另外两台 OK 那么简单小节目 从性能角度来说 骁龙7加2进2机型无论是日常使用流畅度还是游戏体验 说调打7S进2和天际7二Ultra应该是没啥毛病 本质上前者是骁龙8加的高能效版本 而后两者基本都是入门级芯片超频来的 骁龙7S进2更适合叫做骁龙6S进1 天际7二Ultra GPU性能其实还行 但是两颗A715日常使用流畅度很难有稳定保障 部分游戏也会因为CPU出现明显的瓶颈 综合性能纬度也是明显不如天际8100的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1799档位12加250GB 这规格买啥机子 这三台机子我肯定是无条件投给Node 12 Turbo的 硬件性能领先一大截 拍照表现来说目前也是互有胜负 综合体验明显更好 当然如果你的预算只有1399元 给性能要求不高的长辈老人使用 那么Node 13 Pro也是值得考虑的 因为在这个价位上 基本是每家200元都会有不小的配置变化 相比于荣耀X50 Node 13 Pro颜值同样不错 性能拍照快充会更强些 至于Node 13 Pro家 我觉得把这个外观给CV用 然后处理器换成天际8000 定位会更加清晰一些 曲面屏加不错的颜值 放在线下可以吸引用户 天际8000性能优化好的话 基本上也够用 还有IP68可以吹一下 但是放在红米的产品线上 怎么看都是不上不下 性能落后一大截的情况下 相机部分也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 碾压Node 12 Turbo 本质上计算摄影时代 手机的综合成像表现 也是依然于平台算力的 OK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骁龙7S金奥和天际70001 Ultra的性能评测 以及Node 13 Pro 13 Pro家的体验了 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 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点个赞加关注 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同时也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天际店逛一逛 看一看 色录更多优质科模 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